Sample Learning的第二个很常用的方法叫T度提升 可以参考一下这一篇论文 Stample的教授 基本上这边引用也非常的惊人 20年引用了1万多次 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说 你呢 在这个 这个是循序的 加上去你的所谓的预测的东西 我们在这个下一张投影评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以这个第一张图而言 它基本上就是跟之前的这个资料集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是做回归 然后呢 这个蓝色是你的资料点 然后你建立建构第一个决策数 然后这边有误差 第二个步骤呢 是把你这个蓝色的剪掉绿色的 称为残差 然后呢 你这个残差得到这个图之后呢 你再建构第二个决策数 绿色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把两个加在一起 变成右边 两个数相加的意思 好 那第三个呢 再利用第二张图的剪掉 这个点 剪掉这个绿色的残差 然后呢 建构 这个 第三个决策数 然后又把它加上去 好 所以呢 为什么叫提升 因为呢 它每一个步骤呢 都会想办法 把前一个 决策数的 这个错误呢 想办法给它修正 所以它的偏误 它的BIOS 会呢 降低 好 那持续这个步骤 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制作的这个三颗数 好 那我们看这个步骤怎么做 好 第一个 也是一样 决策数的这个 这个regressor 好 然后呢 这叫第一颗数 然后呢 我们的深度呢 这个选二 好 所以这边切割出来 前面讲过 如果是二的话呢 这根切割出来是 四个阶段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颗数嘛 好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呢 这个 第一颗数呢 跟这个ensemble呢 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的Y 剪掉 这个呢 是预测的Y 我们训练完之后 又是一样Fit 有没有看到 训练完之后呢 我们预测 所以是真正剪 预测的 这个呢 是残叉 然后我们建立第二颗数 然后呢 它的深度 依然是2 不过各位特别注意到哦 我们的用X呢 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的目标 预测呢 这个时候就是Y2了哦 因为我们希望降低呢 Y2的预测的误差 好 所以呢 得到了这个H2 然后你把它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就是 哪一段 这一段 看它的值 然后呢 再切一段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段数呢 就会变多了 因为它是根据它的 所谓的解册区间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它就解册区间 都多一块出来了 这样子 然后呢 它的预测值呢 因为是相加 所以高度呢 会 会这个 变化 好 那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把Y2 剩下的 减掉呢 你预测的 一样哦 X预测的 得到 所以各位特别注意到 这边是第一个 这边是第二个 所以这个 要小心 然后呢 得到第三个 接下来呢 第三个的Y3 然后接下来呢 利用第三颗数 一样呢 是你的X 然后你要 预测你的Y3 那预测完之后呢 你真正的预测值 是等于什么呢 是把它合 加起来 好 这个第一个XNu 这个呢 是你 这个你的 这个所谓的 你的测试资料 好 那预测它 然后这个 Fortree呢 在这三颗数里面的 和 给它加起来 好 那当然这个步骤呢 这样做呢 是要让 同学们了解说 那它实际上呢 是怎么样 给它做出来的 好 那这样子做 优点是清楚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非常容易错 你看你这个 每个步骤都要记住呢 这个Y2 Y3 每个地方都改 只要一个地方错 就错了 好 那这个 你可以用所谓的 gradient boost regressor 一步 就可以把它做完了 好 你可以设定 你要选几颗数 多少深度 如果 一样 如果你没有选的话 它就用预设的 好 那这一个呢 是比较不容易出错的 所以第一个呢 这个蓝色呢 是你的训练集合 绿色呢 是你预测的 决策数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 你的ensemble呢 第一个呢 会一模一样 好 那第二个呢 是你的residual 残叉 就是把蓝色 剪掉绿色的 好 称为残叉 然后呢 你建构第二颗 决策数 好 那一样它有四个区域 所以代表说 它的深度是两层 然后呢 你把这两个 绿色的数加起来 好 那各位注意到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对不对 你的切割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 这个一点点的值 把它加上 0.5多 所以它会把它往上提升一点点 因为它是相加 那同样道理呢 在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小块 这个地方呢 它是负的 所以呢 这边是 0.1 好 所以呢 加上去之后呢 加上一点点的负数 它就把往下 这个地方是低于 0.1的 好 因为它是相加了 再强调一次 然后最后呢 用第三个 残叉 然后一样是 1 2 3 4段 那最后这一小段呢 它是 这一小段里面呢 它是正的值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一小段 这个地方 它就会给它加上去 这边有一段呢 中间这一小段 它也是呢 正值 所以它又会把这一段加上去 所以本来这一段呢 你看在前面一张图 这边是平坦的 有没有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因为加上了第三个 决策数 所以因为这边是正的 所以它就把它往上提 好 那你可以注意到呢 因为这一段呢 都是0 所以左边这一大段呢 它呢 就不会动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个最后 这一个ensemble呢 跟第二个 这边呢 是不动的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我们利用 这一个 最后这一个 来当成我们的 预测函数 好 然后在这个 T2提升里面呢 它还是用所谓的 逐段线性 当成一个近似的 这个函数 接下来看呢 我们来用这个 所谓的 Granium Booster 来用所谓的 Early Stopping 提早停止 来避免呢 这个Overfit的问题 我们训练一个 这个 回归数 然后呢 它有 这个里面有 有120棵树所组成 好 然后呢 在这个Stage Predict 这个是验证的集合集 所以基本上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从1棵树到120棵树 所以我们会产生 120个这个结果起来 所以在你的Y的这个 Predict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去看它所谓的 这个均方误差 所以这个呢 是你的这个 验证的这个集合 然后这个是你预测的 好 所以我们去看它的这个误差 所以基本上呢 就会得到一个 举证 然后利用浪拍 然后找到最小的 所影argument 影数之所在 看哪一个位置 会使得这个误差最小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这个位置呢 是55棵树 会使得你这个误差最小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把它当成 所谓的这个 最佳的 数目的 所谓的这个 估测器 然后呢 我们知道它是55克以后呢 我们再用所谓的 gradient boost的 regressor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这时候 我们知道它是55克 在这个例子里面 然后呢 得到它的 所谓的这个 最佳的 然后再利用这个呢 是fit你的 训练资料跟 Y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呢 一开始其实不知道说 我们要选 多少棵树 我们这个模型呢 才会 效果才会好 所以呢 我们从 一棵树到 120棵树 给它跑出来 然后发现说 在55克时候 最小 所以这个就符合 这个名字叫early stopping 就提早停止了 那 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呢 我们在做所谓的 机器学习呢 其实要分成三个资料 一个呢 是所谓的训练 好 这一个 然后呢 所谓的这个验证呢 是用来调整你的参数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是说 我们到底要几棵树 使得你的这个 验证的这个误差呢 是最小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测试 那测试资料 我们是把它视为呢 说我们在真实世界 应用这个机器学习模型师中 我们没有 看过的资料 然后来比较 来算这个 鬼连不死的的信任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另外一个原因是说 我们要比较不同的 机器学习的模型 所以这一个测试集合呢 是要大家都不知道 它的情况底下 我们来做PK比较 所以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机器学习要三个集合 那这个呢 就是画出来最后的这个结果 这个最佳模型 55颗 我先看出来的 我先看出来 然后看出来